我从未考虑过尼康相机 但一个阴差阳错的机会 我以低价买到了一台尼康ZF 命运的齿轮开始转动 我对于摄影器材的理念 一直都是无尽其用的 2016年我买了佳能6D 一用就是7年 去年的时候才出掉 2020年我买了索尼A6400 现在还在用 当然了 无尽其用是高情商的说法了 低情商一点就是 穷 没错啊 在摄影器材这一点上 我觉得男人都是花心大萝卜 忠诚的理由永远只有一个 Insta一台拍照与视频 都能兼顾的全画幅相机 成为了我的首选 之前一度想入手 佳能的A6 Mark II 与索尼的这个HM4 但是他们各个刀法精准 我真的是下不去手 相机厂商这几年也都在卷 然后套路产品 也是一波又一波吧 但佳能发布 RF24105 F2.8那只镜头之后 我还是彻底心动了 一记一镜 视频照片双修 我觉得我的人生彻底圆满了 尼康相机完全不在 我的考虑范围之内 之前也根本就没有了解过 ZF这台相机 第一次看到尼康ZF 还得感谢从梁未随的那位UP主 它详细展示了 如何将ZF作为万能屁股 然后转接各种各样的老镜头玩 这种玩法很有意思 但了解也仅限于此 还没有到能让我为之冲动消费的程度 买尼康ZF 真的是一个非常意外与宿命的事情 去年12月的时候 我休假去关西玩了一圈 就顺便逛了逛日本的中古相机店 京都的一家相机店里 偶然看到了尼康ZF的展示盒 当时我也了解到 就是国内要加价 才能买到这台相机 于是就随口问了一下 这台相机有没有现货 店员说有 仅此一台 于是难买加价 仅此一台 然后这些信息综合起来 就是让我彻底的疯狂上头 于是二话没说 立刻决定入手 在店里简单开箱看了下 最终以244800日元的价格 大概也是折合人民币 12000元左右吧 当时的想法也极其的简单 就觉得可以先玩几天 如果不合适 回国上在某一上再出镶 应该也不亏 晚上回到宾馆 我就把相机从盒子里边拿了出来 第一感觉就是这个颜值确实挺高 复古感十足 但是因为尼康的这个新相机 电池都是没有电的嘛 而且我也没有买镜头 就没办法去开局体验感受 于是没事就在小胡说上刷帖子 看到了其他人晒出装扮的ZF包包之后 真的是太漂亮了 我看到这些图的少女心彻底懵动了 于是立刻决定将尼康ZF作为自己的主机 围绕它配置镜头 比如像ZEKO的24120F4 弗伦达的ZEKO40F1.2 以及尼康的一些手动的老青头 比如像AUTO的50F2 以及AI85-2等等 于是第二天一大早 我就开始了大阪的中古相机店 疯狂淘尽之旅 从南走到北 几乎逛遍了大阪的所有相机店 最终买到了尼康的24120F4 还有尼克尔的这个HCAUTO50F2 以及AI85F2 价格都非常的香啊 比如24120F4这个镜头 全新的退外税大概是6000多元 唯一比较遗憾的就是 弗伦达的ZEKO镜头 大阪根本看不到货 真的是相当难买的一支镜头 小伙伴们也可能会说啊 你这套组合离最初的要求 也相去十万八千里啊 那我现在只能说男人是善变的 之前我非4K60P的相机不买 现在我觉得我大部分的内容 都是像现在这样的室内固定机位拍摄嘛 4K30P也未尝不可呀 而且24120F4是万斤油的焦段 照片视频也都方便的很 真的是啪啪啪打脸啊 如果户外拍摄 DF太重太大不方便 那就再买一台相机不就完了吗 大江Pocket 3我觉得就挺好的 这套组合要A肉有A肉 要B肉有B肉 照片视频全都能坚固 所以说呀在摄影器材上 男人真的是最没有底线的 大光圈镜头当然也不可或缺了 但作为一个穷玩摄影 注重性价比的业余选手吧 原厂的ZCRO35 80 85等1.8 大光圈我就先不考虑了 等四棒钱攒起来 钱包鼓鼓的 然后慢慢再考虑入手 这几年玩摄影啊 要作品没有 心得真的是不少 首先第一条就是 鱼和熊掌不可兼得 你既想要高素质 又想要高性价比 又便宜又好的东西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是没有的 油也轮不到我呀 以此为了大光圈 最终我只能选择手搓镜头 来弥补差价 这就是为了获得高性价比 而付出的代价 除了我上面提到了 50 85两只尼康的老镜头之外 回国之后 我又陆续逃了尼克尔的 AF35 2D AS55 F2.8VG 这两个镜头 为什么35好像也没有 选手动镜头呢 真的是一言难尽的一件事情 我后面再跟大家聊 大家先看看我在配件上 是如何烧钱的 原本我想买一个 ZFGA1的原厂手柄 我跑遍了这个大板 也没有买到 嫌疑上的价格 大概是在1200元吧 其实挺贵的 然后又选择了 这款复古的绿色皮道 我觉得这个选择 真的太正确了 因为ZFG身 本来就比较大比较重 搭配转接环与镜头 重量也是很惊人的 如果再加上一个手柄 握持感虽然变好了 同时也变得更大更重了 我不太喜欢这样的搭配方式 大家不觉得 这样的皮套会更有质感吗 因此为了颜值 这也是必须要付出的一个代价 原厂肩带 以及买皮套附赠的肩带 我都不太喜欢 拿在手里很影响拍照 于是我就选择了万尔代 万尔代也买了好几款 有唇线的 有皮质的 还有像这样材质比较硬的 最终选择了 社旅家的这款复古的弯带 这个颜色跟机身的皮套也很搭 但有一点一旦拉紧 松开就特别的麻烦 没有直接挂绳的那种方便 当然安全性上这个会更高一点 先将就着用吧 但是慢慢再考虑更换吧 我还会再买一个肩带的快挂 旅行时取放相机的时候 会更方便一点 Nikon ZF自带一根充电线 充电器充电盒 通通都没有 就是稍显寒酸了 于是我又买了品盛的 双电双充套章 我用了一段感觉还是可以的 爽光灯准备选择神用的 Kaget 买新不买旧吗 上一代产品 Synier那款就被我彻底pass掉了 这等具体效果怎么样 等到我买了之后 深度体验后再给大家分享 不过很多网友已经有了评价 就是说这玩意儿除了颜值一无是处 有用过的朋友们可以分享一下 这个爽光灯的使用体验 或者推荐我一个比较合适的 爽光灯 然后转接环我也没有买天工的那款TZM02 那款是能够自动对焦的 但网友们说那款就是个吸尘器 密闭性不是很好 再加上2000多元的价格 都可以买一个比较好的镜头了 因此最终权衡之下 我选择了Shotan 就是S-H-O-T-E-N 转接环 Shotan转接环支持尼康的 Auto K头 AiAS 以及低头等各种手动镜头 这款转接环共有两款 一款是限量版 它的正面有一个大F的logo 颜值更高一点 价格也更贵 另一款就是像我的这款 就是正面就是NF到NZ的一个标识 价格自然更低一些 为了颜值 我曾经想把上面的字母全部涂掉 就搞成一个全黑色的 我是一个手残档 就是动手修的东西没有不坏的 想象还是算了吧 就这样先用着吧 这款转接环就真的没啥黑科技 非常真诚纯粹 真的只是一个环 一个单纯的环 这两款只是外观有差异 功能上都一样 大家任选齐一即可 镜头这方面 我不是很短 没办法给大家太多专业的评价和推荐 我只能跟大家分享一些 这些镜头的简单的使用体验 以及拍摄的样片 对我来说 这些镜头日常拍摄足够用了 我买的都是光圈F2的手动镜头 第一当然是因为便宜 体积也会比1.4的小巧一些 跟尼康ZF机身更搭一些 第二就是尼康的那些1.4的老镜头 全开画质估计够呛 拍摄的时候还得说到2或者2.8来使用 那我干脆不如买个F2好了 我先后买了尼康的AI85F2 这是一颗人像镜头 光圈全开的话 肯定是不如现代镜头那么清晰锐利 但我觉得足够用了 大家可以先看看样片 尼康的HC Auto 50 F2这颗镜头 被称为尼康的最锐标头 六片镜头双高丝的结构 多层镀膜 我是100多块钱收的 前一段时间用的会比较多一点 常常作为挂机镜头来使用 大家可以看一看这些样片 50毫米的视角相对会比较窄一点 室内拍摄非常的不方便 于是决定入手一支35毫米定焦 先后考虑过弗伦达的35D 但是那个太贵了 还有一款尼康的OC Auto 35F2 那只镜头看屏色挺不错的 但某一上的品项完好的价格 大概在1000元以上了 这款镜头有一个通病就是后组脱胶 这是这款镜头比较常见的一个问题 而1000元以下的这个橙色也都很差 因此最终权衡之下 我选择了AF35毫米2D的这款镜头 670元淘的 整体橙色还可以 缺点就是塑料的外观 以及那稀烂的对焦手感 肯定是比不上老镜头的颜值和对焦手感了 但这个价格你再多苛求只有点苛刻了 优点确实是色彩啊 色彩这东西真的是玄学 光线比较好的时候 这颗镜头拍出来的画面是非常有感觉的 让我眼前一亮 给大家看一组之前我拍摄的样片吧 之后我肯定还是会折腾35毫米这个焦段 可能还是会入手尼克尔的OC Auto 35F2那只镜头 或者是弗伦达以及原厂的Zico 我觉得慢慢来吧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比较合适的 35毫米镜头的推荐啊 可以在弹幕里面或者留言区回复一下 不胜感激 最后一只镜头是微距镜头啊 是尼克尔的AS55F2.8 这款镜头跟55F3.5那只微距成像素质 没有太大的区别 追求性价比的可以选择F3.5这只 微距无弱里啊 2.8光圈全开 画面锐利 边缘成像也非常的不错 也能兼顾一部分的人线拍摄 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段时间拍的样片 不过这个镜头对焦形成会比较长 很考验人的耐心 还有就是这款镜头特别容易出现对焦异象 这也是这款镜头的通病 保养后上游可能会缓解 总的来说我非常喜欢这些老镜头 不仅颜值高 而且与尼克尔ZF更搭一点 很有复古感 成像也有老镜头自己独特的魅力 比如说有润感 因此之后除了尼克尔的老镜头之外 我还会尝试转接美能达 弗伦达 M卡口等比较有特色的镜头 如果碰到好玩的再给大家分享吧 这里我还有一个小请求 大家一定要满足我 就是我想要一个全是尼克尔ZF的评论区 大家可以在评论区里面分享一下 自己的尼克尔ZF包包 以及转接的各种老镜头 给我以及广大的网友们一些参考 感谢感谢 说到手动对焦 可能会让很多的摄友们万而却步 如果你是街拍或者是活动等商业类射手 确实也不太适合 这样效率非常不高 精彩瞬间转瞬即逝 拍到才是王道 如果不是严肃创作 手动对焦足以应付日常 其实我很早之前曾经想在A6400上体验这些老镜头 但A6400的残腹属性与稀烂的这个屏幕 让转接苦不堪言 非常的难用 而尼克尔ZF则是全画幅 再加上这块3.2英寸210万像素的屏幕 还有峰值对焦全区域的人眼识别 ZF都能迅速的识别拍摄主体 你只需要旋转对焦环 放大确认对焦点 按下快门 我就有手动对焦拍过我家娃 它在移动幅度不大的时候都没啥问题 但一旦跑起来 对焦真的就是太难了 再加上一个大光圈的前景深 整个拍摄的过程是需要有点耐心的 当然这会错过很多美好的瞬间了 但是一旦拍到 那种兴奋感却是持久的 这种感觉 我相信玩胶片相机的同学肯定深有体会 总之我很喜欢这种拍摄方式 它让我静下心来专注于当下 转动对焦环 景物由虚变时 确认焦点按下快门影像 由此定格 整个过程我感到异常的开心和愉悦 那是一种很难描述的状态 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动作赋予了摄影 独特的仪式感与参与感 我们不再是局外人 而是以相机融为一体 共同创造小样的画面 这或许是用自动镜头体会不到的快乐 尼康ZF绝对是一台 我愿意带出门的相机 我坚持太爱它了 或许因为最开始 并没有对ZF抱太大的希望 每一个小惊喜最终汇聚成了爱不失手 这台相机并不完美 也有很多我想吐槽的地方 但瑕不掩瑜 它就是我去年买到的 最满意的数码产品了 终于现在我要用上 尼康的专属BGM了 名正言顺的 曾经我认为相机只是一种高效率的工具 我是指挥者相机听从命令 如同交通工具一般 它只是负责带我抵达目的地 我在意的更多是沿途的风景 而不是脚下飞驰的汽车 当我们抵达终点 作为工具的汽车便被抛弃在角落 我们之间没有情感念间 没有情感寄托 工具永远冰冷冷的 我对待它同样如此 现在一切都被尼康ZF悄然改变 我开始意识的 相机也可以成为伙伴 相机也可以寄托情感 相机也可以成为风景的一部分 成为你我最想寻找的美景 好了 这就是这一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 希望这期视频对大家有所帮助 之后我这个频道还会更新一些 日本中古相机店探店 胶票相机的介绍等等 如果大家感兴趣 记得关注一键三连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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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